解放军未来发展的直升机航空母舰 或者是无论机的航母 战斗力都不俩于攻击型的航母 同时中国的战略核舰艇和大型的 未来的训练型航空母舰 未必能在海上马上应用 只能发展均衡的海军 直升机航空母舰 可以弥补海上的空白 情报显示随时在曼谷 举行了国际防务和安全展示 中国的船舶中空 已经展出了直通师甲板的 舰载平台的模型 清晰地显示出中国海军 要发展直升机的航空母舰 要发展均衡舰队 同时也纳入解放军 海军的装备发展的规划 而直升机航空母舰 有两大的基本用途 第一 担负舰队的反潜的任务 第二 是执行远洋的军事突击行动 当中包括了护航救援 以及对戒和对地的军事打击的任务 报道说中国大陆解放军计划 要建造四艘四万吨级的 直升机的大型航空母舰 将由昆仑山号船屋登陆舰 改建而成 负责未来的攻击型航空母舰 编队的反潜的任务 排水量达到两万吨级的昆仑山舰 原计划是要建造18艘的 第一波四 就可以运送一个装甲步兵式的 两栖登陆部队 登陆台海 当年设计昆仑山号的时候 解放军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台海战士 据说要建造六艘是作为第一部计划 最多是要规划建造18艘的 昆仑山舰可以搭载三艘 目前上世界上最大的 解放军的高速的气炼船 运输一个连以上的兵力 或者装载三辆的重型坦克登陆 同时它还可以装载12辆的两栖坦克 多缩的冲冲舟 也可以搭载登陆的部队 是有效的攻击力气 发导运输解放军的消息人士批误说 解放军会把更多的两栖攻击舰 两栖的运输舰改建成为更多的 解放军大型的直升机航母 作为未来的海上突击之用 未来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将由四部分的海上军事力量组成 第一是攻击型的航空母舰 作为核心的解放军正在打造的 航母的打击力量 同时第二是解放军的直升机航母 以及多种舰艇组成的 海上综合的大型的垂直起降的作战平台 第三是解放军攻击型的核舰艇 和AIP禁营的潜艇组成的 海底的攻击力量 第四是核威慑的战略核潜艇 好这个报道提到呢 解放军正以这个两栖攻击线 两栖运输线呢 来打造解放军未来更多的直升机的航母 增加这个海上的突击力和侦察力 还有反潜力 问一下呢 香港的军事观察员梁国梁先生 梁先生给你们介绍一下 从解放军要发展这个直升机攻击型的大型航母来说 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的内幕和它的作战方式 这方面呢 就是比如说凯阳船艺的争夺的 比如岛屿那个登陆的问题呢 随之登陆的效果是最好的 直升机航母本身就可以 在这方面发挥它的作用 直升机航母呢 除了可以装载那个直升机以外呢 现在发展出来的那些随之升降 升降的那个战斗机呢 直升机航母本身也可以装载 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呢 直升机航母呢 它在一个战术范围里边呢 可以有一个自轰船 所以直升机航母就是 我们要考虑到那个随之升降 那个战斗机呢 是未来的一直的 以来的发展的趋势 这篇文章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是直升机航母 有一个积木的效应 就甭管是大战役 小战役 中战役 直升机航母在里边 都可以充当主角和配角的作用 而且还有一个新概念说是 中国的航母是打不过美国的航母 但是加上直升机航母 有可能是这个高低搭配 能够应付这一仗 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观点 再有一个观点就厉害了 他说这个不久前的 中俄联合军演在黄海 是针对美国的抗美打日 在这个演习当中呢 是运用了北海舰队的三分之二的主力舰 和这个东海舰队的三二分之一的主力舰 合起来 还是主要抗美抗日 这个观点呢 是比较新颖 但是能不能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航母 调到这里来 和中国的航母集合在一起 对付美国的航母呢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 两位谈到 解放军一个最新的海军的发展的思路呢 是打造除了航空母舰以外 直升机平台的直升机航母啊 这是未来解放军在海上 更多的大型的作战舰艇 我们会密切的留意 本周还有一个消息 台湾说呢 中国大陆在福建建成了新的基地啊 有战机和导弹的基地 对台海对东海对钓鱼岛 有效的突击的快速的攻击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联合网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在福建的北部 新建的解放军最新的机场和导弹的基地 而相关解放军的军用设施已经完工 台湾说解放军在福建新建的这个军用机场 还有导弹基地 陆续已经有解放军最新改良的坚实战机 苏30战机 无论攻击机 无论侦察机进驻 而在基地附近还部署了解放军的 S300型改进的防空导弹 报道引述台湾军方的情报分析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这一战略意志 是把这个基地部署在解放军 东海附近的相关基地 把春晓游基田和钓鱼岛 作为最新的战略指向 针对日本美国出现在东海的美日的军舰和军机 展开解放军的军力反制 台湾联合报道说 解放军这座最新的机场 鉴于福建的水门 透过Google的卫星影像地图 可以搜索到相关的显示 水门的解放军这个最新的机场 卫星影像首度出现在2009年 到了2011年以及去年 解放军的军用机场的跑道 陆续出现了前来转场的 或者前进部署的 解放军最新改良的监视战机 而且批量的出现 包括机场的后勤整备车辆 以及多个发射架的S300 S300改进型的防空导弹系统 台湾的报道说 中国大陆选择在福建的 水门建设的水门的军用机场 距离钓鱼岛预计 大约380公里左右 距离中国大陆正在开发的 春小游寄田 当然日本非常争议的 所谓东海开发的计划 春小游寄田大约200公里 到了台北上空 大约是246公里 根据台湾军方最新的情报分析说 中国大陆选择在福建的 水门建设这个军用机场之后 在这里起飞升空的 解放军的战机 可以在起飞升空7分钟 到达春小游寄田的附近的上空 而在12分钟 就可以到达钓鱼岛的 争议地区的上空 台湾军方内部最新的秘密分析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 选择在福建 非常电竞东海的地方 建成这个军用机场和导弹基地 解放军可以常态 以解放军的无人机 作为巡航和东海的侦查 而一旦东海有事 特别是对日本 有关春小游寄田的开发 有争议 包括钓鱼岛 一旦要开战的话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战机 十分钟左右 可以抵达相关的海区的附近 同时也无需解放军的战机 展开空中加油 解放军战机可以马上 展开战备的巡航 作战甚至攻击 实现解放军战机在东海的 对于东海的实际的军事掌控 另外台湾军方的情报分析还相信 中国大陆在福建的水门的军用机场 是中国大陆面向东海的 前进部署的最新的基地 秘密的建造已经建成完毕 而且战略的遗憾主要是指向东海 防卫春小游击田开发 被日本干扰 同时涵盖钓鱼岛 一旦需要可以进攻 前驻钓鱼岛 台湾军方的人士还表示 根据台军掌握的最新的情报 虽然中国大陆解放军 在福建 在广东等其他的东南沿海 有军用机场 包括可能有13个的军用机场 可以起飞苏30和歼10等战机 台湾说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用机场 以战机的航程续航力 作战半径 也可以涵盖东海 包括春小游击田和钓鱼岛 这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不过返回最新的前进基地 再进行补给起飞加油 补给线过场 一旦中国大陆正式的启用 在福建水门 这个最新的军用机场和导弹 基地正式服役之后 提供了前进部署的便利 和新的军事压力 对美国 日本 台湾 都是军事的压制 台湾的联合晚报 引述台湾军方的情报分析说 中国大陆选择在福建的 水门最新的军用机场 还部署了S300 以及改良项的S300的防空导弹 主要针对的是 日本与美国的F15 F18的最新的战机 台湾军方守解放军的S300的防空导弹 对于美制的战机是有压力的 同时台军也自夸说 台军的预警雷达系统 包括台军的野战防空雷达 都可以掌握中国福建水门最新机场的 最新解放军战机的出海的动向 包括解放军的监视战机 苏30战机亦有异动 台军声称台军可以全程掌握 不过台湾军方也承认 中国大陆在福建新建的 这个军用机场和导弹阵地 对台湾对台海 也有压制的军事影响 延视到台湾空军的战机 在台湾北部的海域 上空的战位更加吃紧 针对中国大陆在东海 在福建最新的这个军用机场和压力 美日台应该联手对付解放军 好的来自台湾的情报说 解放军在福建新建这个阵地和相关的基地 对台海东海都是有压力的 稍后来我们听听香港和台湾的分析 回到军事观察室 本周关注台湾披露说 解放军在福建新建的机场 还有导弹的阵地 对台海对东海特别对钓鱼岛 能够进行快速的掌控 问一下马先生和台北的宋赵文 两位的军事观察员 先问一下马先生 福建本来就有很多解放军的阵地 为什么现在要新增加新的基地和导弹 这个是一线机场 一线机场有一个新新闻点 就是无人驾驶攻击机 这个东西是新家伙 如果是用在钓鱼岛 可能是进行零伤亡的战斗 但是台湾方面说 它的雷达是可以全线的监察到 这个新的基地的修建 和新基地三种战机的起飞 它都能掌握 这也说明台湾在这个信息站上面 一定适合美国和日本联网 对解放军进行全面的监控 好 问一下台北的宋赵文 这些台湾主动披露这次的情报 未来解放军这个最新的 贴近钓鱼岛的机场和基地 到底有什么作战意图 就是迅速针对美国 日本出现在东海的这些军舰 各型的战机反潜机这些 来进行各种方式的反制跟打击 那除此之外 水面机场它也可以威胁到 第一岛链以东 这个美军这个航母打击群 这个它来压缩这个航母打击群 它这个作战空间跟距离 让这个航母打击群 不能够过分地靠近中国大陆 那水面机场虽然具备 这个战略作战功能 但是因为机场靠近沿海 等于百战门口的一个机场 它欠缺防御的众生 不能够跟内陆整体防护系统 做有效的结合 也就是不在空中攻击防护罩以内 接受到保护 如果每日反制的话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巡航导弹 在利用潜舰在夜间 发射50到60枚做饱和攻击 这水门机场对美国是有压力的 那么对台北又怎么样呢 台湾方面又如何防范呢 水门机场它非常明显 增加台湾北部的空中威胁 它压缩台湾整体防空作战的 这个空间跟时间 尤其对于这个台北市 它具有针对性的威胁 因为这个水门机场距离台湾比较近 那所有的活动都在台湾陆基的长城雷达监控 我们的IDF战机可以起飞以后 不要过海峡中线 在300公里以外 就可以发射逐数的万箭子母弹来攻击 那我们熊二一熊二导弹可以全岛 在机动来进行打击 好 问一下马先生 本来在福建就有密集的解放军的各种基地 现在又新增了沿岸的军事基地 是不是对东海和钓鱼岛会有新的动作 由于新型的战机的数量 加上无人驾驶机的负量增多呢 机场必然增多 再有一个就是质量 质量也就是预敌于国门之外 这个空军的打击能力 它的作战范围越来越靠前 那么基地也要靠前 当然对台湾是先发制人 所以不怕它对机场的袭击 好 谢谢两位 提到台湾最新的一个情报分析 提到解放军在福建 新增了新的战机和导弹大型的基地 对台海东海有新的掌控能力 我们稍后回来回应一下网友的一个问题 网友发现台湾准备要依次接收 美国的12架新的反潜机 但并不马上使用 而是要学习他国的经验 到底有什么内幕有什么玄机呢 稍后回来分析 回应一下凤凰网友问题 大家注意到一个消息 台湾将会依次获得从美国购买的 所谓12架最新的P3C的反潜机 但台湾说并不会马上使用 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台湾军方官员公开说 目前还不能马上使用 只能学习他国的什么经验 这有什么玄机内幕吗 这是放个烟雾弹 因为P3C的攻击能力太强 在和平时期可以有效的侦测 解放军的潜艇和核潜艇 它的行踪 它的升稳等等 而且还可以进行电子战 在战时呢 它可以用这个鱼雷等等 用深水导弹打击潜艇和核潜艇 还可以用这个空对舰导弹 攻击这个水面舰支 甚至可以作为轰炸机攻击地面目标 最重要的是 它在电子方面 是和美国日本的P3C兼容 形成一个反潜网 有效的控制大陆 所以中国对美台军售的P3C 是非常恼怒 台湾不得不放出一个烟雾弹 来软化这条新闻 针对朝鲜呢 可能要进行第三次的核武试验 美军有司令说呢 美国与韩国的特种部队 已经潜入朝鲜 为军事打击朝鲜的核设施 做情报收集和目标定位 不过后来美军否认了这个消息 不过我们最后 还是要关注一下美韩的特种部队 以上是军事观察室 下周三我们再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东风日产凤凰全球连线